你知道少女 譬如說她妳今年16歲 17歲 妳可能注重的就是 長痘痘的問題 跟內分泌的問題 還有頭髮油的問題 就是針對妳的問題 不需要就是一昧的盲從 亂買一些名牌保安品 就往臉上擦 要針對問題下手 那如果正在看電視 彰化的林太太 她已經60歲了 會不會落淚說 我現在沒用大王才吃飯 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玻尿酸 還有膠原蛋白 都可以給60歲的太太用 彰化的林太太 不要放棄自己的 對 我們給... 還有賣衝光 對 什麼東西都有得救 不要氣餒 長皺紋 肉毒感情 你沒有看錯我們是康熙來了 不是購物頻道 對 小晴哥被徐若瑄退過 徐若瑄退過 結果你唱那首歌現在紅成這樣 沒有 因為可能Demo錄得很爛 所以後來妳把小晴哥唱 我不否認我Demo 真的錄得很簡陋 小晴哥妳唱兩句給觀眾 妳因為觀眾不一定 那麼熟蘇打綠的歌 不是 我不是故意羞辱你們 是因為觀眾的群眾很廣 不一定很熟蘇打綠 好啊 就算大雨讓這座城市顛倒 我會給妳回報 受不了 看見妳背影來到 寫下我 渡苗如念那愛的理想 邱太太可能還是在問說 什麼歌 你是說藍頭的邱太太 藍頭的邱太太 藍頭的邱太太是小晴哥 妳花了兩年的時間 我今天在這一家夜店裡面 然後其實也真的還滿辛苦 從大家不看好 然後做到稍微有一點成績 大家哪有不看好 有啊 剛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說 你是一個偶像 你去那裡 你根本撐不了一個偶像 你是一個偶像 你一直在誤解 你為什麼要一直誤解 民眾的想法 沒有人覺得你是偶像嗎 有啊 陳小姐 對 妳是不是小時候也是 很厲害 因為小時候是偶像嘛 然後...對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我撐不過兩個月 安堅燦把自己人生戲分放很重耶 對 你自我好強喔 我們沒有不看好你啊 我真的要非常謝謝 那些關心我的朋友 那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沒有 那些好想我 你在跟誰講話 我都差你啦 有 很多人是為了我而來的 沒有 誰 有 三重的 你好 你做我朋友 對 不是 因為我就是 就是剛做... 因為大家很不看好 然後可是我剛做夜店 就是陳小姐 他們的馬 陳小姐 然後就是我剛做三個月的時候 就是有那個業界的人跟我講說 我一個月... 業界的人 誰啊 你... 不是 因為我真的不懂耶 到底誰在約你對話 所以你手中有很多這種 藝人的案件嗎 沒有 公眾人物... 他依然是受害者啊 對不對 對 他依然受害者 只是他拿去媒體公布的時候 他好像是 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是被狗仔跟拍的 但是其實沒有那麼多狗仔 對... 妳認出他是知名人物 會方便告訴他說 妳認識他嗎 不會 他也會用...他也會用假名 但是明明就知道他 例如說是小S 但是他就是... 有一個假名 對... OK 我們要去真心事故 沒有...不要再講 查老公外遇的話大概多少 要看他的背景 他的條件是什麼 妳剛剛說妳沒有找這件事 妳現在問這個問題是 我... 我還就問了 人家留下在多周期對不對 哪裡留下 什麼啦 哪一位 念口的啦 你再幫你問喔 小嫻妳跳的是恰恰 練了多久 我從年初就開始 我們節目那麼早就通知妳啊 妳幹嘛一直跟我講 因為他一直很想跟我致敬 妳知不知道 因為我就是問那個西蒂說 他跟哪一個老師學的 因為他現在很多活動都不找他 也沒有 因為我真的行程很滿 而且我下節是非常高 沒有很滿 妳以為我禮拜幾錄妳 我很滿 我真的很滿 不是 妳們去問他 誰 誰 誰 管他們都幹嘛 是他 我覺得他就是不用怎麼樣 大家就已經很愛他 可是我必須要不斷製造笑點 不然大家就會說 怎麼搞的 最近好像變得很難笑還是什麼 那會不會很辛苦 心酸到不會 但是有時候會真的覺得滿累的 因為有時候遇到 你真的很難搞笑的來賓 你就會想說完蛋 這集整個就是 比方說誰 剛才在講那個啊 你跟大家講 也不是一直講他快話 你知道我常常翻那個雜誌 然後就看到某個廣告 想說這個就是誰誰誰 然後看到下面的名字說 竟然不是他 是誰誰誰 可是他們兩個長得一模一樣 是誰 就是那個誰 什麼 我剛剛可以跟你分享 好多人都不像一模一樣耶 因為現在有的時候 看電視廣告都會說 這個是那個誰誰誰嗎 然後就不確定 然後等到那個簽名出現說 這個是誰 嚇到啊 對 我只是覺得這樣可能會好一點 因為暑假 所以我每天都在游泳 帶小朋友 所以就吃得比較多 然後就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吃太多了 然後覺得說 好像可以稍微節節一點 所以妳的美艷外型 就也是要經營的啊 不是說是... 沒有啦 真的是過三十才需要平衡 以前是完全就是亂吃一通 就現在會很支持 因為妳知道很多女明星瘦到不行 然後別人問說妳怎麼減肥 她就會說 沒有啊 我就照樣大吃大喝也吃宵夜啊 就是自然就那麼瘦 誰 很多都這樣 真的嗎 對 我有遇過一個就是被她陷害 然後結果後來我就照她的方法 大吃大喝 對 然後我就變肥竹 我們兩個分別去拍了戲 對不對 她去拍了喜帝子 我去拍了陳凱哥的搜索 我們兩個都很有收穫 然後呢 她就很興奮 她拍完之後 就一直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打電話給我 然後就說 我跟你講 我學了超多東西的 我必須要跟妳分享 然後那個... 對妳以後一定有很多的幫助 我說真的嗎 我也學了很多 她說對啊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 什麼... 我有好多話要跟妳說什麼 就隔天整天都找不到人 等於你很把她的話放在心裡 對 是她先找我 對啊 叫我去找她 結果她又不理我 所以你們想同時在內地是不是 沒有 我們在台灣 在台北 就回來三四天 真的很奇怪 可是這... 因為一般人都會講這種場面話 可是她打給我幹嘛呢 好久不見我們再約再約 快點一起出來喝個酒什麼的 可是其實根本不想約啊 你說誰啊 不是 因為妳在畫中間 遇到某個人 妳就為了要裝熱絡 都會說我們約出來啊 對... 就也不見得真的要約吧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大S如果收到劇本 猶豫不決 他會跟妳講說 這個故事是在講什麼... 我該演嗎 對 然後妳真的會有理性的判斷 對 我就說那... 那個同劇的演員男主角是誰 對 他都會說跟誰 如果男主角夠厲害 我覺得說好像可以 可是男主角如果過小卡 我就會說這好像可以不用剪 對 比方說 一開始就要玩那麼重口味嗎 他真的有講個重話 就是說卡司上來判斷說 這個配不上妳就不要接 對 因為我每次問他要不要接 屁的重要 萬一人家就是一個 很有前途的新人呢 不是 就是那個人 已經輸到好久 可是都起不來啊 誰 所以不是欺負新人 就是說是一個 對 妳其實看過他很多次表現 都覺得這個沒什麼搞透的 對 就沒靈魂演得又爛 誰 誰 對 妳講得好具體 妳講得好具體 誰啊 好令人好奇 我覺得小S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女孩 她是 她非常聰明 所以妳知道我在講什麼 妳很聰明 對 所以她是想要閃開 剛剛妳問的那一題說 她原來不喜歡 可是後來有喜歡的人嗎 哪一個...妳說... 對 我可以講啊 我本來不喜歡劉德華 可是我訪問她之後 我非常喜歡她 我覺得她很努力 OK 就是說她把她整個人生 什麼都敢講 所以沒有訪問完之後 妳大感挫折說 真是她什麼都問不出來啊 有 一定整集就是很虛的答案嗎 好糟了 就我知道這收視率一定很差 因為我自己都沒有進去嘛 是 對不對 妳一定也有 我也會啊 對啊 而且... 沒有妳訪問過很多 各行各業的人 我一任的國防部長 妳能夠幫我怎麼樣 對啊 我反而很多人是 我以前做歌手的時候 討厭 不喜歡 可是經過她來上我節目之後 我喜歡她 誰啊 不是 講嗎 因為最後結尾反而是... 妳後來是喜歡就沒關係啊 不會是我吧 不是 妳是我本來喜歡 後來討厭 不是 不是 不會 剛剛那邊 不會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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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怎麼會 不是 不會 妳 不用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